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嫡系子弟斌 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遭爆料11年前任职台南市政府期间 多次不当接受业者性招待 由于成为赖的心腹 政坛解读该起爆料 剑指赖清德是民进党内的派系内斗 意图在赖前进总统的路上使绊子 另一个原因 陈宗燕传出将参选下一届台南市长 也使得党内不满者出手 赖清德在台南长期执政也享有高施政满意度 每每总统大选 民进党在台南都拿下高的票率 发挥南票北补效益 然而台南人与世界连出包 势必成为赖清德2024选总统包袱 而一旦失去台南 总统大选这局将会很危险